所以前面的符号运算,我们已经推导完了 就是它的物理概念有了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些符号运算的概念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example 他说3 particle有三个例子 initually at rest,一开始是静止的 experience and external force 每一个都有受到外力 external force due to bodies outside the 3 particle system 就可能有其他的就是系统以外的这个例子 然后对我们这个系统里面这三个例子作用 所以有一些外力 the directions are indicated 就是在图上指示出来 这个方向告诉你 and the magnitude are F1 equal to 6N F2 equal to 12N and F3 equal to 14N 就是各自大小是6牛顿 12牛顿,14牛顿 他问你what i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enter of mass 直行的加速度是多少 and in what direction does it move 他最后一开始静止 然后接下来直行会怎么样移动 因为一开始三个例子都是静止 所以直行当然是静止的 然后接下来受到这个加速度 说到外力 还有一个总力 他总力就造成你的直行会有一个加速度 所以他会往哪个方向开始有速度 开始移动 好,所以接下来很简单 我们就先 图上已经告诉你这三个例子的位置 比如说 第一颗例子是在X是-2Y是3的位置 你可以看这个图上 然后第二个例子的话是在3-2的位置 X3Y2 第三个例子是在X4EY-2 OK 那 这个题目并没有要你算直行的位置 所以你也不用算 那他唯一要算 要叫你算什么 是外力总和 然后造成什么 造成他的加速度 然后加速度的方向 所以你只要知道外力方向 但是你还另外要知道什么 就是他的质量反而是重点 就是2公斤 4公斤 2公斤 质量要知道 那你才可以算加速度 好,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把他的力量 这个瘦的力 对不对 把他这样 把他XY分量把它写清楚 所以F1向量你把它写出来 他来往左边-6牛 -6牛顿 就是-6I 好,那F2他是往右上角45度角 45度角他的大小原本是12嘛 12再除以2再乘量更好2 所以是6倍更好2X方向 6倍更好2Y方向 那F3是往正右边14I 那下一步就把这三个向量和 把它相加起来 F分量相加 Y分量相加 所以F分量是 8加6更好2 Y是6更好2 那另外呢 你这合力会怎样 会造成你的直心 的加速度 直心就是三个质量相加 所以是2公斤加4公斤2公斤 所以这边质量出来 那加速度是我们要求的 所以下一步我就可以找到 加速度大小 就再把它除以这个8 所以除完以后就得到 好 X分量是1加4分3高2 Y分量是4分3高2 那这个就是告诉你方向 然后呢 如果说他怎样 他要问你 acceleration 你可以写这个向量形式啊 那如果说他只问你大小 你就要开根号这两个平方 不过他只问你acceleration 其实你写向量是OK的 那direction就是告诉他什么 他往正X跟正Y 所以应该是右上角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是方向跟向量的大小 都可以表示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再用这个符号推导 来了解说 我们把这个system of particles 就是很多粒子的运动 把它分成直心的运动 跟什么 跟粒子相对于直心的运动 那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直心 到底学直心有什么好处 好 首先我们在原本在处理 每个粒子的动能的时候 我们是讲 我们是把它的总动能 等于每个粒子的动能 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每个粒子的动能 就是它的质量乘速度平方 除以2 所以2分之1MIVI平方 那如果有N个粒子 你就从E一直加总到N 把它加起来 那我们之前学到直心对不对 直心告诉你说你的 啊 质量乘上什么 乘上VCOM 就是直心的速度 会等于什么 等于每一个质量乘上 它各自的速度 那如果我把它各自速度 把它分成 它的直心速度 加上相对于直心速度 那这时候有什么好处 那这时候有什么好处 所以这个Ui 是指 第i个粒子 相对于直心的速度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把 刚刚的式子 把它的V1相 让它换成VCOM 加上U1相 就是相对于直心的速度 V2相也是变成直心的速度 加上相对于直心的速度 那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说 它的VCOM 的部分的直心 是可以加总 就回到大M 所以跟左边就一模一样 那剩下的就是 每个质量相对于直心的速度 加总起来等于0 所以你可以把速度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分量是直心在运动 另外一个分量是 我相对于直心在运动 那每个粒子 相对于直心在运动的速度 加 乘上质量 加总起来是等于0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去处理动能 动能的话 本来是Vi相量内积Vi相量 这是Vi平方 是Vi相量内积Vi相量 然后再讲 再乘上质量 mi 再除以2 本来是这样 那你可以把Vi相量 换成VCOM 加上Ui相量 就是 变成这个直心的速度 再加上相对于直心速度 那你做内积 那这时候呢 你会 最后讲 会得到两项 第一项就是 一样是直心的动能 第二项就得到什么 得到的是 每一个质量 乘上 乘上它 相对于直心的运动速度的平方 所以这个是相对于直心运动的动能 所以这个分开来 那其他项的部分会讲 比如说我们把 UI 跟什么 跟VCOM 然后跟质量 结合 这边我们把它写一下 它等 其中有一项 Sigma i 然后二分之一 然后这边是mi 然后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 这个 UI 向量 UI 向量 然后最后讲 内积这个 V COM 向量 V向量 COM OK 那 MIUI 向量 我们刚刚就学过 这里头的 MIUI 向量 Sigma 是答案等于0 所以 你看到这前面 这部分 这地方就会等于0 所以一个 0 向量内积VCOM 向量 答案等于0 所以 它的那两项相乘 Ui 内积VCOM 等于0 VCOM 内积Ui 也等于0 所以最后只剩下 直心的动能 加上 相对于直心的 运动的动能 好 那 另外呢 我们 也知道说 你如果把这个 外力核 对不对 外力核 如果 不为0 那 这时候 这外力就会讲 等效于 作用在直心上 给直心一个加速度 所以 一样 所有质量放在直心 有一个加速度 等于这个 外力核 那如果说外力核 等于0的话 如果它等于0的话 那实际上 你的 这个 VCOM 它就是等于 等于一个固定的速度向量 可以是一个Constant 的这个Velocity 就是等于在 不受外力底下 直心是一个等速度的运动 Section 7 是Deformable System 它是就是可以形变的系统 那可以形变系统 其实蛮困难 所以我们只有讲一个 Example 我们看这个Example 它说 如图所示 有两个木块 Two blocks Are at rest 一开始是静止的 然后在什么 在无摩擦力的桌面上 那两个木块都怎样 都是相同的质量 M And they are connected by a spring 然后它们中间有个弹簧 细起来 那这弹簧是没有质量 就等一下我们可能不需要 处理弹簧的那个 比如说 它也没有跟你谈音系数 所以不会叫我们算 这个 这个弹簧被压缩的状况 然后 The separating distance of the blocks 就是两个木块的距离 When the spring is related 一开始就是 这个两个 两个木块 它的距离是L 然后 弹簧也是不受力的 所以它是 全部都是静止不受力的 一个 一个平衡的状态 During a time interval ΔT 接下来一个 一段时间ΔT A constant force of magnitude F is applied horizontally to the lab 有一个 固定大小的作用力F 在水平方向 然后作用在 左边的木块上 然后作用ΔT时间 使得这个左边的木块 移动 那同样在这段时间ΔT里面 右边这个木块 The right block Move through a distance X2 右边木块移动X2 那 想象中应该是 这个左边木块 它的X1距离会大一点 右边会小低 因为它中间有个弹簧 可以被压缩 那at the end of this time interval 在 这个作用ΔT时间结束之后 The force F is removed 然后接下来 A小题 就请你去找一下 Find the resulting speed 接下来的 最后 在ΔT时间完成之后 它的 直芯的什么 的速度是多少 那我们把这边写成VCOM final 就是 因为它的这个直芯的速度 在中间过程中 会讲 会 从0一直增加 然后最后到 到Final 所以 这直芯的速度是会变化 那我们就要把 它是 一开始是0 然后中间的速度就要标中间 后来的速度就要标后来 好 所以 第一步我们先看说 你用了这个F 作用ΔT以后 就让动量变化 动量变化 就变成 后来的 质量乘上 后来的直芯的速度 那质量基本上 有两个M 就集中在直芯的位置上 然后乘上 直芯的这个速度 那一开始是0 一开始两个质量都是0 所以是减掉0 所以这是动量的变化量 好 接下来我们要算这个时间 要算时间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说是 要从它的位移 这个位移 那我们知道它的位移 就是左边木块位移X1 右边木块位移X2 那实际上直芯就位移了多少 位移的这个 你当然也可以用直芯计算方式 就是M乘上X1 加上M乘上X2 大概除以什么 除以这个两个M相加 所以你的直芯的 运动的这个距离就是 2分之X1加X2 那为什么会运动这个距离 因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 速度乘上这个时间 那这速度一开始是0 后来是VCOM final 对不对 那我们必须要用什么 用平均速度 所以它是VCOM average 乘上ΔT 然后导致了这个 直芯移动的2分之X1 加X2 所以这个是 必须要用平均速度 那刚好在这种等加速度 就是Consum force的作用力底下 其实它的平均速度 刚好就是 一开始是0 后来是Final 2个除以2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ΔT 把它找出来 我们要把ΔT 带回第一个式子 所以ΔT 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2分之X1 加上X2 那它处理什么 处理这个 VCOM final 这是我们一开始 要求的这个 直芯后来的速度 所以VCOM 的后来的Final 的一半 好 所以ΔT 我就可以把它带进去 第一个式子了 所以F乘上什么 乘上X1 加X2 除以后来的直芯速度 会等于什么 等于2倍的质量乘上 后来的直芯速度 那这时候直芯速度 就可以算出来 答案就是 F乘上X1 加X2 除以2m 所以我们就找到 这个题目要的 这个VCOM final 就是后来的直芯速度